�j representations 在這歌裏面 其實都在講很多 其實都是在 很多人會聽到太空人這個標題 都會覺得好像很科幻 但其實完全是沒關係 其實在講心跟心之間的距離 就是有時候太空人跟星球的關係 不管他能不能舉足 或者是他們注定得有的距離 對我來講是不可抗力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的距離 能不能夠距或散 其實都是 某種程度是一些 自己沒有辦法安排的不可抗力 其實在這個歌裡面是還擁抱 還蠻擁抱這種無奈跟無助的 就是 雖然我知道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其實可以接受 我可以理解 我願意看你離去 但是我也覺得 或許哪一天會再相遇不一定 因為其實我在這張專輯 其實我是心中有個虛擬的主角的 他的確是一個太空人 但是這個太空人是 對我來講他的形象 是躺在病床上面的一個人 就是我們沒有人知道 我們外人的眼光 可能覺得他是昏迷不行的 覺得他不知道有沒有感覺 但實際上他的大腦有沒有在運作 他會不會在體驗另外一個世界 我們沒有人知道 所以對我來說 其實那個大腦 那個虛擬的太空人 他的大腦就是他的太空 他可以因為他的大腦 他的太空去到任何的地方 或許他在過我們都不知道的 第二或第三人生 都沒有人知道 對 應該還好吧 沒有什麼太催淚的事情 那這張有什麼事情 對我覺得因為這一張 在做的時候已經經歷太多 讓我覺得黑暗 失望 痛苦 絕望的事情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一切 都不會讓我起太大的波瀾 我覺得會是比較感動去多吧 如果讓我感受到那個 我覺得我比較容易落淚的原因 不太 通常都不太是因為難過 通常都是感動 或感謝身邊的人 覺得自己的那個幸福 有點不切實際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情緒 我聽到印象最深刻的反饋是 在臥唱會的時候 竟然有很多觀眾上來說 他們這張專輯最喜歡的歌 是《男孩莊中》 這是讓我印象最深刻 因為它應該是專輯 數一數二另類的歌吧 但竟然有 我得到最多人說 最喜歡的歌是這首歌 讓我很訝異 就是 感覺大家很願意去擁抱 各種不一樣的音樂 其實我在做這些音樂的時候 我也沒有覺得它很另類 我就是很自然而然覺得 我要這樣做 我也沒有特別要去做怪 或是要去做什麼 就是順著內心 我覺得我喜歡這樣的表達方式 然後我也以為 我在做的途中 我就以為它是很大眾的 或是以為它 這應該算就是流行歌吧這樣 結果後來漸漸放給同事們聽 或是朋友們聽的時候 才發現原來 我自己的認知 跟大家認知落差很大 原來大家覺得它很另類嗎 對啊 有瑕疵才會有 怎麼講的 不知道耶 完美的東西有意思嗎 有瑕疵才會有折射 然後有裂縫才會有光線 對我來說 其實很多東西 它之所以豐富 或是之所以 令人感到 因為不解所以想去瞭解 是因為很多這樣子的狀況 最大的誤解 沒有啊 90%都是誤解 所有的理解 也不是說在歌手或藝人身上 其實人跟人之間我覺得 90%的理解 都是誤解吧 但是我覺得 其中會有很大部分的誤解 會帶來理解 這是我覺得沒有辦法改變的事情 我理解啊 我覺得我應該挺理解的 挫折好像不是來自於音樂本身 我覺得做這一張的苦與樂 都是蠻極限的 就是我覺得是做過最苦的一張專輯 但也是做過最樂的一張專輯 就是 苦是不是來自於過程有多苦 而是 這是我克服很多 我生活中苦而來的一張專輯 在做這張專輯的期間 其實經歷了蠻多 心中很痛苦的時期 所以這些歌算是我療癒自己的過程 所以每一個作品誕生的時候 其實都 寫完它是一個找到出口的感覺 那這些作品 在陸陸續續成為專輯 然後要跟大家見面的時候 接收到很多人的幫助 包括跟同事們的合作 跟唱片公司的企劃 然後還有跟很多藝術家的合作 我覺得這些東西的成果都是 也是我遇過最幸福的事之一吧 快樂是因為 我覺得因為在最黑暗的時候 所有的光芒都會更耀眼 然後發現大家 我後來體驗到 大家其實是察覺我的痛苦 然後也察覺我的不說 所以他們都會用一個很拐彎的方式 或者是用一個害羞 或者是用一個體貼的方式 去表達對我的關係 因為可能也知道我不是那種 我可能問了也是會尷尬的人 所以他們就是用 去幫助我的其他事情 然後來關心我 所以我覺得那個體貼 會讓我很感動 就是大家用一種適合我的方式 然後讓我感覺到自己 還有希望 沒有什麼明顯的信心轉折 我覺得我比較有 真正有轉折 可能是巴比塔慶典 在發表的那一天 就那一天我覺得 應該要為 這麼多幫助我的人 或者是 幫助這些音樂的人 好好的站起來 因為我在那之前 有一陣子是有點一覺不振 我覺得 但沒有什麼人察覺 對 我如果 因為我比較少 開口要什麼東西 但是如果我就說 我覺得 譬如說巴比塔慶典 我覺得我很喜歡某個韓國導演 是不是可以試試看 然後我就發現他們就是 全力的在衝刺這件事情 或者是找到更多 我沒有想到的 譬如說 像巴比塔慶典的時候 有找到 我不認識的藝術家幫我拍照 而且後來呢 成效非常好 就是一般的 唱片公司 或者是宣傳的邏輯 應該是會拍出 譬如說是 大眾一點 或者是更 流行一點的 為了要推銷的話 照片的方向應該是那樣 但是 他們完全就是讓 攝影師決定 然後我們拍出 甚至出來的第一張照片是背影 就是他們願意 去思考我喜歡的東西 然後 因為拍出了他們也很欣賞的照片 於是 他不適合當宣傳照 所以就想了一個辦法讓他用藝術展呈現 我覺得這個是 大家過程中很貼心的地方 就是 不是要把我去放到 符合某一個 條件的框架裡面 而是 尊重作品跟尊重每一個 藝術家的出發點 去做很多事情 這件事情讓我覺得很感動 很多 很多神秘的力量 我覺得 可能因為遇到 對我來講 就生命就是這個 有一種平衡的感覺 當你遇到 很 壞的事情的時候 好的事情也會 超乎你預料般的不斷地發生 對我來講 我 反而因此我很感激 我有一段 這麼可怕的事情 我覺得是那個東西 讓我現在得到這麼多奇蹟